歡迎收看娛樂煙光廳的速食版 我是Yuffie JW的矛盾一生唱出很多情侶的心聲 相信這首歌也很適合金剛廳 和瑞瑞拍拖三年的她 在接受東網的獨家專訪的時候 就大爆分訊 是不是很突然呢? 感情的事都是等待當事人說好一點的 其實四月頭就決定分手 因為大家在一起都做了三年 其實中間有 大家的性格都不合 一個東一個西 其實有時候堅硬在一起都很辛苦 中間的時候大家都知道 成立會有很少的事要喊狗 但我發覺很多東西是新性格的問題 我覺得始終都是大家都不合 我又不想繼續努力 好像傷害大家一樣 所以就不停分手 但我們是和平分手的 中間又沒有所謂的第三者 或者什麼什麼什麼 其實是沒有的 大家可以講練了 我覺得立場都很明確的 大家就這樣就算了 大家不要浪費時間 其實不久前 都被我們拍到金剛和瑞瑞 還有一班朋友一起BBQ 當時金剛都MAN爆 不用女朋友拿重東西 自己拿完 但他們已經沒有辦法談 貌合神利感本 金剛就說月頭已經搬來 和瑞瑞在大埔的愛潮 而金剛的Friend院笑場 就在電台節目爆料 說一早已經猜到他們會分手 因為金剛在兩年前 已經和她滲過感情的問題 而問題一直都沒有解決到 金剛就很缺絕地單方面宣佈分手 但瑞瑞就還未接受到 所以就有傳她說自己很困擾 還為情戒手自殺 金剛一公開分訊 我們就馬上打給瑞瑞 瑞瑞表現得很惡然 還問記者是怎麼知道的 之後她就說自己沒有回應 還耿煙地說她的東西還在我 認真真可憐 有瑞瑞的朋友就說她現在雖然勁 但情緒都OK的 不過就受包說 現在不知怎算好 我真是很困擾 之後還傳出瑞瑞為情戒手自殺的消息 在金剛公布之後一天 我們就拍到瑞瑞獨自行出 和金剛在大埔的愛潮 露出白滑的手腳粉碎了自殺的傳聞 問到她心情怎樣的時候 她就說沒有回應 之後就急急地上車 還瘋狂踩油 一招頭搖右尾擺飄移境界 那就撕掉了記者 不過還懂得飛車 都證明她精神幾好 所謂的毛痛失戀是不存在的 讓Mr.Yup告訴你 只要你有認真對待過一段感情 這個世界沒有人失戀是不同的 更何況金剛和瑞瑞拍拖三年都經歷過不少事 雖然金剛說過喜歡身材好的女生 不過不要以為她只是貪瑞瑞34F的big爆body 其實她對瑞瑞都很真心 而且有情有義 在2013年瑞瑞暗交陳偉成 不過發現有人一腳踏兩船 之後還揭發原來是閨密尹俊希介入戀情 當時力追瑞瑞的金剛就爆粗 罵爆陳偉成博宣傳 力讚瑞瑞不是港女 前年瑞瑞出寫真的時候 金剛沒有喝醋之餘 還揚言會買夠50本 同年金剛就被封傳二次她和女藝人的性愛影片 當時瑞瑞力撐男友說金剛是清白的 沒有拍過這些東西 而去年瑞瑞就幻想抑鬱症 金剛都不時陪她看醫生 11月的時候 金剛就在台北的夜場經歷槍擊事件 身在香港的瑞瑞就擔心到爆 還說如果當時在現場 情急之下會為對方擋子彈 之後金剛都說過 如果每個月賺到500萬 就會娶瑞瑞 誰知不夠幾個月就分手了 既我未試話齋 失戀就哭咯 哭夠退夠又是一個美女 好像瑞瑞那樣就對了 分訊一出 瑞瑞就收到很多朋友的問候 她在Instagram就說 雖然事出突然 但都很明白離合是人生的必經階段 就算心痛都會繼續前進 還說會祝福金剛 又叫朋友和家人不用擔心 未來會更加努力工作 她還好型地說 分手而已 為什麼大家覺得好大件事 她和朋友去逛街的時候 甚至拍照都堆了 看來她都recover得七七八八